你 你是唐七七吗 我是唐七七 你不是张大雨吗 我是张大雨 真的是你啊 刚好 我可以采访你一下吗 还拍 陷害我还不够啊 你想干什么 跟我说清楚 你为什么要拍我 我那个是无意间拍到的 我也不知道你在里面 那你看到就别放在网上 你没想到 以我怎么会放到网上 撒谎 你把我给害财你知道吗你 你拍什么车拍什么我 车牌号码都被你照下来了 你这不是边缘性是什么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不是故意的 网络上 报纸上 杂志上 电视上全都是我的新闻 说我漫无有情 时间 地点都有 每个礼拜四去 连华公馆约会 连他的名字都查出来了 有视频还不好查 你拍了可以 可是你就不能这么烦 你懂不懂规矩啊 看都是我 你是不是拿到我这里看一下 说张先生不好意思 我拍到你的 我还放到网上去 你看有没有问题 这不结了吗 我会给你钱的 手 手在哪里 我 拿出来 别想偷偷录音 我没有 我没有 别想偷录 给我拿出来 我没有 你放开我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想怎么样 你觉得我想怎么样 我骂你 我齐一大作怪 独立就先想要骂你 你们干这种 靠充满别人隐私赚钱 下贱工作 这是一个早到哪里 都不能堂堂正正说出来的工作 不光把自己的生活 搞得一塌糊涂 还恶性传到其他人身上 你们才是用下半生 思考问题的人 用最龌龊下贱动静 去猜测别人 我都已经跟你说对不起了 给我拿过来 天涯在害人了 你刚才真的要放手 放开我 放开我拿过来 你放手 你再不放着我害 我 我报警了 我叫他一月 给我拿过来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干什么 张大雨 你再不走 明天又要上头 好 再不走 谢谢你啊 你不用谢我 我看你拍的新闻啊 你为什么要拍那个攀岩的人 就是因为不知道他是谁 所以才好奇嘛 是因为有人跟我爆料 说大晚上的 有人在爬高楼攀岩 可惜我没有赌到他 真可惜 我还挺想认识他 不如等到下一次 我要是找到他 我一定介绍给你认识 这些都是我们青阳品牌 代言人的候选 这位是C罗 世界足球先生 形象感很好 年轻 时尚 自信 这位是Ring 亚洲时尚的领军人物 也非常阳光健康 最后这位是张大宇 她是今年最红的明星 不论你调到什么台 不论什么戏 都能看到他 另外这三位 跟我们品牌的融合度都很高 如果是女孩 你会选哪个 张大宇 我不想用他 为什么 他是一个没有道德的明星 他怎么没道德感 如果你不相信我说的话 等一下出去可以很简单 他现在一定趴到电脑前面 看娱乐八卦 许总 我是公关总监 所以我必须要提醒您 张大宇是这一年以来 上升势头最猛的明星 当然 我不知道您听到了什么 但是作为一个公众人物来说 评价本身就有好有坏 还不至于上升到道德层面吧 好了 你不用说了 总之我不会用它 叶总 拿块饼干 不用了 今天发生什么特别的事了吗 没有什么事啊 今天星期一嘛 那 许总没跟你说什么 没有啊 不好意思 可能是我忘记了 没事 没关系 今天 老贝 咱们不出山呢 人呢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等着 有什么解释吗 我不接受任何道歉 你知道了 连你也看八卦了 什么时候开始呢 她也是这么问你的 你说什么 我已经把我和你的事情告诉她了 她以前也不照由你 那拜托你也亲口把她的心告诉我 对 如果我亲口告诉你的话 你的感觉也会好一点 是不是 我感觉好得很 怎么解决 分手吧 你再说一遍 分手 我知道你特别生气 以你的性格绝对不允许别人 比你先说分手 但是不好意思 我也不允许别人比我先说分手 你自己想说分手 我看你这件事 你怎么说 你怎么办 我看你了